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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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開始上課了 來,8號,記不記得 記不記得上禮拜講什麼 好,那文獻整理的時候 文獻整理的時候 我們可以把它分成 三個很重要的地方 三個重要的部分 哪三個,記得嗎 假設我們用工作滿意度 當作一個 一個 要文獻的某一個部分 一個重要的一個項目 好 不管是哪一部分 我們給它三個 第一個是意義 來,你回答 你上禮拜有沒有來 有 前面一個女同學 上禮拜有來嗎 沒來 沒來,你現在要認真聽啊 第一個是意義 對不對 如果說,假設我 我現在 在探討文獻的時候 假設工作滿意度 這一件事情 我第一個要把工作滿意度的意義 找出來,對不對 可能看很多不同的文章 然後我們把這個文章 結合以後 你上禮拜不是沒來嗎 你在不聽我講的呢 你跟他講什麼 你現在是講什麼 他跟你講什麼 蛤 我現在沒有在講分組啊 我也沒有說要分組啊 好,那我剛剛講說 哪三個部分 第一個是什麼 你們兩個 如果說文獻要去找的時候 第一個很重要是什麼 要找什麼 要找意義 假設工作滿意度 是一個很重要點 所以呢 你看了很多文章 然後把它結合起來 統整之後 叫做工作滿意度 它的意義是什麼 你把它做一個定義 定義完第二個是什麼 記得嗎 內涵 答對了 把內涵找出來 譬如說 這個意義定了 什麼叫做工作滿意度 也許你說 是對你的工作 它在愉快的程度 或者接受的程度 這叫做它的意義 然後內涵包括什麼 譬如說 它對職位的一個接受度 它對上下長官或者同事之間的一個關係 或者它對福利有沒有滿意 福利的那個程度 薪資或者它使用的設備 或者它成長 這就是它內涵 內涵完了以後 第三個很重要的 相關的結果 其他研究相關的結果 非常重要 如果你沒有掌握這三個 大概你就很難去 你那個文獻就沒有意義了 你們下學期在做專題的時候 任何一個老師 你不管找哪一個老師指導你 他一定跟你講 要去找文獻 那文獻找那麼多 你要怎麼整理 三大塊 如果三大塊掌握好 大概什麼都可以解決了 那如果老師要求你 另外有第四個 或者其他 當然那是另當別論 不過這三個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看一下這裡 我們要的是意義內涵跟結果 而且我上一個禮拜 特別特別的跟同學們提醒說 學術倫理非常非常重要 不要去抄襲 不要去說 我就一張把它通通通通通刮起來 然後放在我的報告上面就好了 不是的 學術倫理非常重要 寧可 寧可 花一些時間 再錄一些把它做統整 而不要整篇文章把它抓下來 這是沒有意義的 這是沒有意義的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看的是 我們假設說 意義內涵跟結果 我要去整理 整理好以後 才能往下去做 做你的下一個步驟 也許你要用量化 也許要用質化 也許你是用什麼方法 所以上禮拜呢 除了談這個之外 我們之前也跟同學們講過了 哪裡可以找到資料 什麼網頁 什麼資料 譬如說碩博士論文 或者網頁資料 Google等等 好 這個部分我不再去提 我們後面還會再做練習 我們先跳進去 上禮拜又談的另外一件事 我們上禮拜還有一個談到說 最後一件事 我們可以跟幾個研究設計的類型 有沒有影響 研究設計的類型 那類型裡面呢 在你們課本裡面 有沒有帶課本來 有帶課本 類型裡面有哪一些類型 記得嗎 好像是幾頁 第三章 第三章的第几页 你记得说我在跟同学们提到 提到说我们在有一个层级 研究的时候有一个层级 我们是描述解释是一个第一个层级 有没有印象 描述解释是一个层级 然后再来验证是一个层级 第三个层级是预测 最后是做一个什么 理论的发展 那我们上礼拜在谈这个的时候 我把另外一个投影片给各位参考 你就知道了 这一张投影片 这张投影片有特别提到 我们是从描述解释 然后到验证到预测到理论发展 这是两个礼拜 上礼拜也跟你们提过 上上礼拜也提过 其实研究设计的一个类型 也是等同于这四个类型 但是课本上给你讲的是说 先讲描述 有讲预测 还有讲什么 在课本上有没有 在前面 在51页 51页最底下有一个探索性的研究设计 其实探索性的 还有接下来呢 再往下看 有第二个叫做 在哪里 叫做54页描述性研究 54页还有一个相关性研究 再来一个发展性研究 记不记得 其实探索性呢 也包含在描述解释跟验证 它都可以探索 第一个是探索性 探索的意思是说 我之前可能有一些资料 我不是那么清楚 或者说我们之前没有进行过这种 在业界里面 企业里面 没有进行这个问题的解决问题 刚刚碰到 我可以尝试去做这一个部分的解决 然后收集一些资料 想办法 看看能不能达到 找到一个答案 探索性的 那接下来呢 它有一个叫做描述性 就是刚刚我们讲的描述解释 解释我现在的状况是如何 譬如说 我们可以解释 描述说 现在那个Jabs 贾伯斯 昨天走了 才56岁 跟我同年 他是全世界最有名的人物 可是他56岁就走了 而且胰胀 八年的奋战 很辛苦 八年前就得到癌症 到现在走了 然后接下来 Cooper是他的接班人 接班人 最近在要推出iPhone 5的时候 没有推出来 就推了什么 4X 就4.5 你知道那个点的意思 像我现在喜欢打网球 网球球拍呢 他都有第一型 第二型 第三型 发展第几代 像我有一个4.5代的 我现在用head的网球拍 4.5代 他就没有到第五代的时候 那中间 那你就看 为什么 贾伯斯呢 他过去的发展状况 跟现在刚开始的时候 接班人的状况 你可以用描述的 用数据来描述他的发展情形 甚至有人在猜测 4.5 为什么是4.5 不是5 是不是来不及 把那个重点提出来 就走了 也许啦 这个随便讲了 好 那相关 相关研究呢 也是其中的一个类型 包括什么相关 水平的相关 垂直的相关 水平相关就是 各单位 各单位之间 假设 厂 假设某一个生产厂 某一个生产厂呢 它的 某一个生产厂呢 它有第一条线 第二条线 它们之间 产量到底是 有没有关联性 时间 人员 产量 另外一条生产线 时间 人员 产量 它得到的数据 可以用透过统计 做它的相关性的一种比较 这叫水平式的 垂直性的 譬如说 它的母厂 母公司 中间往下延伸 有很多 上游 下游 它的产量 跟它的 生产的一个 每一个阶段需要的原料 之间有什么差别 这也是一种 叫垂直性的一种相关 好 那如果说 相关研究 完了以后呢 其实相关 接下来就是预测 我是讲的预测 预测的意思是说 我可以预测到 刚刚几个同学 其实 如果说 有没有认真听 我可以预测到 结果 它考试结果会如何 我也可以看出来说 我预测 它的出学力 跟它上课的 跟同学讲话的次数 它结果呢 被当掉的比例有多少 预测嘛 或者说 我今天 台糖 台糖呢 它推出新的产品 有几个 结果 哪一类的 比如说台糖有做面膜 有做面膜了 它有一些 叫做营养品 营养食品 然后呢 本身它最主要的 以前台糖就是甘蔗 蔗糖嘛 糖的产量 它们之间 我可以看 糖的产量到什么程度的时候呢 它的新产品发展的形形 速度有什么关联性 这可以预测 也可以做预测 或者某一个公司 它的 它的那个 生产 得到多少 获利多少的时候 它的研发的投资力会多少 这也是叫做 叫做预测 预测 相关的下一个就是预测 另外呢 最后它还谈到一个 很重要一个观点 最后一个叫做什么 叫做发展性的研究 发展性的研究呢 当然 跟预测也有关系 其实 其实相关 最后会变成什么 往下转过来 相关转过来 其实就是我们讲的发展性 为什么叫做发展性呢 发展性就是 纵向的一个发展 我预测才会有发展 那有一些研究比较复杂的 它需要花十年 二十年 我记得上礼拜我讲一个故事 有关自学 对不对 自学 也就是说 二十年前不是有一个叫自学方案吗 不用考试就可以念高中吗 然后念高中高质自愿训练 然后十年以后呢 有一堆人 他就业了 然后有一些研究者呢 把他的 访问他 把他现在的工作情形 做一个记录 用影片做出来 甚至访问他 你在十年前 你选的时候 选这个 有什么看法 有什么感想 现在呢 你工作 你会不会后悔 当时选这个 这种追踪 然后也许在十年后呢 再追踪一次 看他到底有什么发展 那有什么用途呢 假设说 这是对人的发展 小孩子发展 跟学习学校的一种 学制的发展 是一个方向 那也许 我们可以追踪说 这个公司 在行销上面 假设啦 行销上面 他在十年前 在推这个产品的时候 他用什么方式行销 只有行销的产量是如何 但哪一个阶段 他用什么行销方式 他产量是如何 他的受益如何 他的营收是如何 这都是一个方式 然后可以判断 哪一种行销策略 对我这个产品 会比较有帮助 这也是一种发展性 好 那个穿红色衣服的 你那 你有没有 有什么看法 有没有举一个例子 什么叫发展性的研究 对啊 你啊 你刚刚不是跟他分享 发展性吗 有没有 有没有什么看法 什么叫发展性 什么叫发展性 我们可以纵向 花很多时间看一个公司 他的成长 也可以看一个人 他的背景 他透过什么样方式可以训练 这个不是跟你们开玩笑的 再过十年 再过五年 尤其是你们 现在三年级的同学 五年后 你可能在公司上班三年了 也许呢 有些同学还没找到工作 那如果说十年后呢 你想想看十年后 你们个人的发展会是如何 跟你现在学习有蛮大的关联性 我现在常常碰到我们的同学 昨天我也碰到一个同学 高中的同学 发展 各有各人的发展 已经四十年了 四十年 决然不同的发展 那这个都是可以做研究 你如果把这种概念放在公司 公司的成长 也可以用这个 这是上礼拜 我们特别去提到的几个部分 好 那接下来这个礼拜 我们很重要的概念 很重要的概念 我把这礼拜的进度 进度 这礼拜很重要概念是 你如何去撰写 可是呢 这个地方太枯燥了 我后面再谈 我把这个地方先跳过去 这是上礼拜我要去 本来要去跟你们讲的 我们先跳过去 那我们这礼拜 我们谈的是什么 研究设计的类型 刚刚提的这个之外 这个之外呢 我们有另外两个重要的概念 什么概念呢 叫做量化与直化 与直化 与直化 Qualitative 跟Qualitative 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在做一些专题制作的时候 你可以用兩大類來看 可以用兩大類來看 一個叫做量化 一個叫直化 當然你也可以兩個併用 量化跟直化併用 那有誰可以知道什麼叫量化 可以說量化嗎 王劍志 在哪兒 沒有來 沒有來 經濟節 什麼叫量化 有沒有想法 什麼叫量化 然後呢 什麼比較多物品 就是你可以去計算 那我們現在日常生活上面來講 生活上面可以量化的事情 身高可以不可以量化 身高 可以嗎 身高 我來這邊四年 縮了兩公分 矮了兩公分 那天還去體育試量 我身高現在剩下161.5 163.5的變161.5 有時候要剩下161 早上起來是162.5 這162.5 這不是數量概念嗎 有尺度嗎 我現在還是61公斤 然後以前呢 以前這個 158公分的時候 62公斤高中時代 到了大學 長到163公分 然後一直維持60公斤 維持了20年 然後腰圍28 我記得 腰圍28 現在呢 體重沒變 61 62公斤 腰圍變30 然後呢 身高呢 變161 161.5 好 我剛剛講都是數據喔 數據出現了 很明確的 公斤嘛 對不對 身高多少公分嘛 然後這邊會有差異 結果腰圍28變30 體重反而沒有增加 那表示什麼 哪個地方不見了 哪個地方的重量減少了 這不是描述的一個數據的變化嗎 我自己跟各位 跟自己講說 我骨頭變酥了 骨頭變鬆了 密度又是量化囉 對不對 密度嘛 你知道密度是什麼 多少單位的面積裡面有多少重量 或者多少單位面積裡面有多少容量 是不是 這叫密度嘛 通常是用重量算嘛 這些不是都是單位嗎 而且有數據嗎 很明確的數據嗎 剛剛晶晶姐在說 某一個公司 他這個月份產量有多少 多少公噸 多少千核 這種是數量嘛 好 如果說 我可以用數量去做 統計 發現問題 然後再解決問題 這不是一個量化的概念嗎 好 我可以把全班 現在全班 將近50個同學 身高 通通每一個每一個量出來 爆出來以後呢 我找出一個平均數 可以不可以 可以吧 平均貴班 男生平均身高 163.8 或165.8 女生 157.3 平均身高 然後呢 另外一班 723 723 或者723 723 或者將來有723 可能他有他的身高 平均高度 然後我把平均高度做一個比較 是不是可以得到一個差異性的比較 這就是量化的概念嘛 如果說 我們把我們貴班 7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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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723 兩個班 分開來 分開來以後呢 現在兩班都有同學嘛 對不對 現在是不是兩班都有 兩班都有吧 兩班的成績 我可以得到一個成績 考試成績 然後 假班的平均分數跟乙班的平均分數 都是分數囉 很明確分數喔 我可以比較 我發現說 假班跟乙班 假班 78.35 乙班 81.03 統計上面 數據上面出現說 一個81.3 一個79.8 兩個有誤差 有零點幾的誤差 可是呢 統計用統計方法去測的時候 到底有沒有誤差 那叫統計的概念 這都是叫量化 懂不懂 一直懂啊 那個誰 我看看喔 蔡明先生 蔡明先生 你隔壁的叫什麼 叫做 我忘記叫什麼名字 你是叫林柏宇嗎 不是 你是叫林柏宇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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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我忘記了 多少啊 南柏宇 南柏宇 打起精神啊 好 那 如果說 我把兩個班 混在一起 然後得同樣一個測驗件 我可以得到兩個班 有不同的結果 或者說 同樣一個叫做全家 一個叫做統一超商 兩個超商它的銷售量 因為店家數不同嘛 店家數不同嘛 統一比全家多了1000家左右的超商 如果你要用銷售量去看的話呢 當然毫無疑問的 統一一定比較高吧 總量一定比較高嘛 因為它店家多啊 可是如果說 每一個店家平均它的銀餘多少 那就不一樣囉 平均銀餘喔 所以你會得到一個 統一超商每一個店家 它每天銀餘多少 每個月銀餘多少 而且每一個季的狀況是不同的 這種做比較呢 都是非常明確的 不會改變的 而且呢它的數據是 不會因為不同的人去測量 數據不同 這種都是屬於量化的 量化的概念喔 那我如果問你一個概念 另外一個部分 我請問一下 那個藍燒成 你認為 你認為 統一的服務比較好 統一超商服務比較好 還是 那個 全家服務比較好 你自己的感受 你感受統一比較好 有沒有人 哪一位同學認為說 全家比統一好的有沒有 這個沒有 不是跟他打分數啦 你的感受 沒有 認為統一比較好的舉手 一個 兩個 其他不舉手的是怎樣 為什麼不同路 再一次喔 認為全家比的服務 你感受比較好的舉手 認為統一的服務感受比較好 比較好的舉手 好 手放一下喔 統一感覺上比較好 那我來問一下喔 剛剛你有舉手對不對 好 你沒舉手 那你說他是怎樣 兩家都沒去過嗎 兩家都沒去過 你去哪一家 萊爾夫 好 那再來一次 萊爾夫統一跟全家 認為 萊爾夫比較好的舉手 沒有 萊爾夫啊 一個 兩個 那全家比較好的舉手 沒有 統一比較好的 好 那這樣子感覺上就是 統一再來萊爾夫 再來全家嘛 好 那我要問喔 那個 萊爾夫哪裡好 你認為他好是好在哪裡 員工好 好 服務態度好 員工好 服務態度好 因為你在那邊打工 你看 這就是做研究的人 那個直接反應嘛 好